一千多万农民工逃离深圳广州 城中村惊现590万套空壳房 广州深圳房票制度正在打响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是2024年1月10日 眼前的这一幕有没有很震惊 看见了吗 房子只剩下空壳了 深圳和广州放出一条重磅消息 深圳拟出新规推进城中村改造 全是约40%的界面 广州则发出了城中村改造中的第一张房票 广深存在大量的城中村 深圳1800万人口 广州2400万人口 影响巨大的一个城中村就改新方案 也就是网友俗称彭改2.0 这次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意见 明确分为拆除新建 整治提升拆整结合这三类 具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拆除新建 不具备条件的 那就整治提升 介于两者之间的 就实施拆整结合 眼前的这一幕有没有很震惊 看见了吗 房子只剩下空壳了 这里是广州城中村 很多居民房都已经签了名 拆了窗 这里城市外来工人流量最多的城中村 由于广州城中村要改旧 打工仔只能离开了 外来工已经赶走 本地居民已无家可归 就这样一直不痛不痒地保持空壳房 房子有人进入 拆签房这些门都被砖头封起来了 已经签名的房都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拆拆 更别收望十来年能建好回签房了 现在在广州城中村到处可见 拆制 拆拆赶走了外来工 工厂也因为要拆迁而搬离 人都走了一大半 再也回不去了 失业率5.08% 很多人觉得这个数据不真实 其实我认为这个数据相当真实 而且还有很夸张的成分 因为这个数据应该没这么高 那不幸的话可以看一下统计方法 第一必须是城市户口 龙村户口有根地不算 第二社保必须缴满一年以上 连续缴满一年以上 第三就是这个工作必须是被公司辞退的 就是你主动离职 这个不算失业 这个算躺平 这个一定是公司出具的辞退证明 你能够拿着这个证明领失业金的才算 第四就是这份工作必须满三个月以上 所以要达到一个失业人员的标准 是很困难的 一般人还够不着 所以这个数据5.08%已经是非常恐怖了 非常真实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猜猜 今天带大家走一下广州攀仪的李延洞村 李延洞村这边进来到看到啊 很多都已经是贴上了那个猜子啊 画上了这个猜子在这里 然后呢是非常多的房子啊 都已经是贴上了封条 感觉到人气楼空一样啊 进来到这里 基本上都已经是贴上了封条的啊 而且这里已经是没有多少人在这里来寄住啊 因为都已经是封了 这里的城中村准备要拆迁了 想不到这条村啊 拆迁工程进展的这么快啊 这些村民啊 很多的已经是签字 真的是意想不到 在附近寄住的朋友 你们找到房子了吗 都分散在什么地方啊 现在附近的几个村子 这些房子啊 都是非常的紧张的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都已经是画上了材质在那里啊 一条巷子下去 基本上都贴住了封条 拆 对面这里也是拆 进来到这边看到 哇 有些朋友啊 也正在搬家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人的 据统计截止到2023年底 深圳全市城中村单元共计2042个 城中村总楼栋约31.9万栋 总号数约外91.3万 总界面约2.2亿平方 各位你知道 深圳的纯住宅商品房存量是多少吗 才190多万套 而你看城中村高达590多万套 它占全市建筑总量的40%多 居住人口也占全市的约60% 可想而知 这意味着什么 有一千多万人生活在这里面 那么这次城中村改造相当于 有一千多万打工人或者农民工 已经被迫提前回家过年了 或者说被赶走了 深圳城中村体量最大的 主要是在龙岗保安龙华这三个区 其中拆除新建类项目 政府是负主体责任的 由区政府组织实施 说白了就是政府主导拆就建新的 开发政府就是开发商 各位 其中在意愿征集上 拆除新建类需权利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并经村股份公司同意方可实施 你看以往城市更新签约率要求是100% 后来降到95% 你再看23年这南山的旧改 就直接改为了不低于80% 这次更厉害 直接降到只要三分之二的村民以及村委同意 就可以实施了 再一次大大降低了门槛 也降低了阻碍 不能拆的就成立租赁公司 能拆的就采取禁地出让和房票制度 房子卖不动了 房东便租客了 为了加快新房市场去库存 甚至包括一些那些卖不出去 和没有人接盘的老破晓 随着价格进一步下跌 未来也有可能会被国企用房票的方式 低价收购 中国准备通过回购再租赁的方式 来解决房地产现在面临的困境 对外宣称保障底层人的住房问题 实则为了稳住新房市场的价格 简直一箭双雕 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帮助房地产去掉库存 但是这个前提 是地方能忍住不大幅卖地 可是如果不卖地 地方就必须得想到别的方法 来解决收入的问题 比如说配合房地产税的出台 那假设地方减少卖地之后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 新房市场乐观点两三年可以消耗完 悲观点也许十年也就结束了 2023年有100多个楼盘过剩 2024年还有181个新盘 这是最近 把整个中国土木工程圈 搞得人心惶惶的一张图片 根据中国人力要求 明年各业务线条至少需要优化员工10% 请各项目经理把项目绩效低 或者不听话的人员统计 周二下午下班前提交 此名单位人员 2024年内一定要优化 无独有偶 另一家公司 也要求项目部给到裁员名单 这周给我一个部门的裁员名单 包括今年的新生 此消息一出 顿时引爆整个工程圈 有员工表示 我们项目经理每天吃喝玩乐 无所作为 建议把它先优化了 一位十年施工员表示 我打了十年灰 即使坚固如混凝土 在凝结时还产生大量水化热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是有温情的 在本就冰冷的阶段 还说出那样透心凉的话术 注定是不能好聚好散了 中国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16岁到24岁的人 已经涨到20.4%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一次 过去没有这么高